今天带来一把蒙田的五十六星排位赛 蒙田我陆陆续续发了好几个视频了 然后我也是越玩越上瘾 哇因为这个英雄是真的强 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针对班也没有人抢 那像这种又冷门又强烈的英雄 简直就是上分的首选 那么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的蒙田的正确开始顺序是哄开刷鸟 然后帮中路缓解一下兵线压力 顺带抢一下中路的河道之灵 接着刷到篮去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构知下一步的动作了 因为四级是蒙田的第一个强势期嘛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点打出一波节奏 刚好这个时候呢 就发现队友已经在河道开始动手动脚了 那边四个全部都是一副要死的样子 那我们在野关旁边喊出表哥顺便叠一下兵士 打团先找催鼻 叶联招超远突进向直接收掉马可被躲开有些可惜 但是没关系 扭个头收掉马超 在扭头一枪打成阎玉环 顺带连发三枪带着盘古 剩下的全部都是残血 交给关羽收割就行了 可以看到盘古已经是世纪最强势的打野之一了 但是呢 在蒙前面前还是有点不过看呀 可想而知这个英雄的强势之初 复活之后呢 再来下路抓一波马超 在河界旁边开大招可以叠兵士 先普攻两下 等他跑到一间的击退距离 再接一间打出控制 二技能驾盾 录录说她还想回头反打却没想到我满兵士伤害这么高 一枪直接打掉三分之一血 那么抱歉直接抬走 这个盘古衣服要谁样子还打算蹲我 我直接带着表哥就是一顿狂戳打出一套连环空 然后快速回城把剩下的残血交给关羽收割 操作干净有利索 关羽感动的都快哭了 这波看到中路队友在打架 我们提前喊来表哥拉好视野 一技能直接拱三个 普攻接二技能接普攻疯狂 戳戳戳带走连坡盘古 可惜没有红巴布 不然这个杨玉环也可以直接抬走的 红巴布对于蒙田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先回家拿一个 拿完红就看到吸射东桓两个人在中路场上怎么干坏事 那我们过去一探究竟 东桓一口含住了盘古 我们一间竞胜二间翻墙 戳戳戳带走盘古 这回有红巴布连人 效果就非常明显 减速之下也直接带走了杨玉环 蒙田打野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利用小兵无伤推塔 推塔效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顺风节奏起来基本就无解了 这波连坡也没想到我猜他输得这么快 一脸懵逼还在原地乱闯 我们直接一间弓一下台首送他回家 本来还想等吸射拉人再打一波 好家伙 只见他省现贴脸空衣 直接往我嘴里塞了三碗白米方 差点把我噎死了 这时候马可抓住机会想进场 好在被鱼姬打断 反手带走了马可 盘古想继续追击 我们边训力边撤退 霸体的免伤非常坚挺 红buff减速配合队友带走盘古 玉环想大招收割 不要慌满兵士一枪打出回血 反手一技能带走杨玉环 那么有很多玩家 可能不知道这个蓄力霸体有什么用 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下 除了免伤外 蓄力霸体状态挨打 获得的兵士会加倍 而且会有额外20%的正面免伤 加上防御形态本身30% 也就是50%的正面免伤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平时遇到花木兰 会觉得他的重剑形态很肉 对吧 但是其实那个也就是 仅仅40%的免伤而已 那么我说过很多次 蒙田这个英雄的核心就是挡环 哪怕对手不想结团 我们也可以利用小兵强心推塔来逼牌 团战就是蒙田的灵魂 所以10分钟的黑暗暴军 一定要牢牢控住 以此提高团战的胜率 那么这波拿完黑暗暴军之后 就可以直接终结比赛了 但是这会儿西施和鱼鸡中途肚子又痛了 准备去上路上厕所 这边看到我们分开了就想趁机接团 我们这边喊来四个表哥 六档四根本不能送 两枪带走有大不想开 喜欢玩火的女人杨玉怀 马超和联波在旁边又是跑 又是跳是认真的嘛 一少打多不是量力 直接被表哥抬走 剩下一个马可布罗还在想着 要不要开打 然而我根本不给机会 一线拱一下只能接着拱 一个普攻阶一线一套连环控 满血直接送回家 其实还打字说一波进不去 是认真的嘛 然而我和表哥们 根本不给他强行延长游戏时间的机会 像没因过一样疯狂点他结束游戏 然后也是拿下MVP 一波八点剩直接来到了五十六星 一路乱杀根本没混过 因为我放在画面的右下角 出装在结算界面 仅供参考 我是攻略将 精通92个英雄男人 如果你也想学着蒙田打野的话 不妨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